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12月8日星期二 那最近几天呢 就传来了一个消息 说美国呢 同意释放孟晚舟 但是呢 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要求孟晚舟能够认罪 或者是部分认罪 还有的报道的一种说法呢 就是认罪 认错 不是很清楚呢 他们到底是让孟晚舟是认罪啊 还是部分认罪啊 还是认错就可以了 但或许呢 这三个方面呢 都是美国能够接受的 就是他们想让这个孟晚舟 在某种程度上来承认 美国对孟晚舟的这个指控呢 是正确的 或者说呢 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 起码不是错误的 可能他们也就达到目的了 就可以释放孟晚舟 那前两天的报道呢 就是孟晚舟态度呢 非常非常的强硬 孟晚舟说呢 我被无辜的关了两年 我没有任何的错 有错的是你们 让我认罪或者部分认罪 门都没有 我宁肯把牢底坐穿 我也不可能认罪 那这就是孟晚舟的一个态度 那他这个态度呢 得到了就是广大 中国人啊 中国政府啊 一个赞赏 就觉得呢 这是一个有骨气的 好中华人女 不愧是任正非的女儿 有这种打不垮的精神 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那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说呢 我看到有报道说呢 实际上孟晚舟 她也提出来了三个条件 那就这件事情呢 我连续做了两个视频 我是想说呢 既然美国已经吐口了 说可以放了孟晚舟 对吧 而且呢 她还提出来的条件 那不妨呢 就跟她谈一谈嘛 她的条件是她的条件 那她的条件 我们可以说同意 也可以说不同意 然后呢 那我们这边也可以提条件呀 然后到最后 如果能达成一个 这事就了了 孟晚舟呢 就从获自由 那这也是 中国人想要的一个结果呀 对不对 那今天我就看到 有报道说呢 孟晚舟的这一边呢 提出来了三个条件 那我看了一下 这三个条件呢 真的是挺聪明的 这三个条件 很智慧 那这三个条件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 无条件释放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呢 这个和孟晚舟 前两天的那个表态呢 是一样的 我宁肯老底坐穿 我也不答应你这个条件 就是无条件释放 不能附加任何的条件 那孟晚舟提出来的 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要求公开道歉 这个呢 这个呢 就和他所受到的这种 无辜的对待 不公平的对待 以及美国 加拿大的警方和边境局 违法执法的整个过程当中 这些错误应该做出公开道歉 那同时呢 因为这些错误 给孟晚舟呢 带来了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这些损害呢 孟晚舟要求赔偿 那就这三个条件 那为什么我说 他这三个条件呢 实际上提的是非常的聪明呢 是因为 首先我们说了 这个无条件释放 这就是呢 维护了孟晚舟这边 也是广大中国人的一个底线 而且这个底线呢 是不容商量的 就好像当年 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 谈关于香港的回归似的 撒切尔夫人呢 一会儿耍这个花招 一会儿耍那个花招 邓小平就说呢 底线只有一个 就是香港的主权和治权 一定要回归 那孟晚舟提出来的这个呢 无条件的释放呢 就是维护了一个 孟晚舟是一个绝对无罪的 孟晚舟是被冤枉的 在讨论罪这一方面呢 是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我不会承认有罪 我也不会承认部分有罪 我也不会承认我有错 这方面呢 都是不可谈的 不能让步的 否则的话呢 我宁肯老底坐穿 我也绝不会答应你这个条件 那好 这就是呢 这个从性质这方面的一个底线 这样一来呢 等于说就把美国和加拿大呢 一下子就给闷死了 那这个谈判呢 就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了 但是我为什么说孟晚舟这边还是很聪明的呢 然后呢 他又给他们一个缺口 给他们一个谈判的切入点 就是我在视频里面说的 你可以提出条件来谈嘛 对吧 那现在条件就来了 你应该向我道歉 这个要求呢 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孟晚舟呢 是完全无辜的在加拿大转个机 结果呢 没想到被投入了监狱 被戴上了手铐和脚料 现在呢 是一个保释的状态 虽然他脚上只有单个脚踝上 戴上了那个监视脚环 但是孟晚舟一方 也付出了巨额的经济代价呀 如果不付出这个巨额的经济代价的话 现在戴在他脚上的 绝不是这一个单脚的脚环 一定是一个双脚的脚料啊 这一个单脚的脚环 并不是说加拿大或者是美国 给予孟晚舟的一个优待 而是孟晚舟付出了巨额的经济代价 给了加拿大人的一个赚钱的机会 这个监控的公司呢 因为他这个案子真的是估计好多年他都挣不了这些钱 还有那些律师以及相关人员 加拿大是发了一笔 这都是因为美国和加拿大的错误 而给孟晚舟造成的这些损失 造成了这些伤害 虽然说孟晚舟每一次他出场的时候 都打扮的是光鲜亮丽 神采异异 大意凛然 但是他心里面能没有压力吗 他毕竟是一个拘禁的状态啊 谁的心里面能没有精神压力啊 给孟晚舟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伤害 现在呢经过法庭的审理 我们还看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奇景勾结 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局进行勾结 他们做出来了很多违法的事情 他们这种丑恶的阴谋的行径 越来越多的暴露在世人的面前 所有的这些对孟晚舟的不公正的对待 难道说不应该道歉吗 所以说孟晚舟提出来的这个要求呢 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但是这个道歉 是怎么个道歉法 就哪一些方面道歉 道歉的形式是什么 道歉的范围是什么 这些呢都给美国和加拿大 留下来了谈判的余地 等于说就没有 就没有把美国和加拿大呢 一下子蒙回去 而使得孟晚舟失去了这个 被释放的这个机会 好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他们应该为给孟晚舟 所造成的这些精神上的和经济上的 这些损害应该赔礼道歉 但是刚才也说了 对孟晚舟造成的这个精神上的损害呢 其实是很大的 且不说孟晚舟在这种被拘禁 监视的这种情况下的精神压力 现在呢全世界都知道 美国抓捕孟晚舟 这就是一个政治阴谋 甚至他们对华为的这种打压 这都是政治阴谋 华为这个公司 几十年模一件 勤勤恳恳 宽厚豁达 说他们勤勤恳恳呢 他们这个公司不仅付出了很大的金钱 进行研发呀 开发呀 同时呢 他们已经是有了的成果 他们也没有拿出来用 他们已经有了他们的芯片 但是呢 他们并没有拿出来用 仍然给美国的企业 以挣钱的机会 他们也有了他们的操作系统 他们也没有拿出来用 仍然是在用美国的芯片操作系统 这是多么宽大的一个胸怀呀 现在我们就知道了 华为的这个芯片 华为的操作系统 也是很好用的呀 此时此刻 我所用的这个华为手机 他用的也完全是 华为自己的芯片 和华为自己的操作系统 我用起来 我丝毫不感觉到 有任何的跟苹果手机的不同 只会是比苹果手机更好用 没有比他的手机更不好用 可是在美国打压人家华为之前 人家华为都没有拿出来用 就这样的一个公司 却受到了美国的打压 受到了美国的围追堵截 条条路都给你堵死 这对华为来说 是非常不公平的 本来华为已经走上了正轨 华为培养出来了 一大批非常能干的CEO 以及一些高级 中级 低级管理人员 每个层级 各个都是金龙火虎 都非常能干 那任正非呢 七十多岁 已经退居二线 或者说已经退休了 他的女儿已经成熟起来 孟晚舟是华为的CFO 就这样一个非常成熟的 非常成功的企业 现在愣生生的就被美国给打压下去 在手机这个领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他们不得不把荣耀这一块已经卖掉了 任正非本来是在家里异想天年的 现在呢 却又出来承受这么多 华为 任正非 他的家庭 孟晚舟 他的家庭 承受了多少的精神上的损害啊 再说经济上的损害 我刚才已经说了 那么庞大的一个队伍 来监控孟晚舟 这些钱都得由孟晚舟来出啊 现在不知道她都付出多少钱了 我估计她现在付出的 肯定得有几百万上千万 有的人甚至说没准都上亿了 那人家这些损失呢 说释放就释放 说回家就牛脸就回家 这些自己就消化了吗 但是呢 在这件事里面 我认为加拿大是一个可怜的一方 我一直都在坚持 就是履行这个引渡协议的义务 来抓捕孟晚舟这件事情呢 加拿大没有错 但是在执法的过程当中 加拿大的皇家骑警 以及加拿大的边境局 确实是犯了很多的错误 也有很多的违法行为 这些行为呢 都是不可原谅的 我认为之后呢 加拿大应该对他们进行追究责任 但是呢 既然是有这些错误 加拿大做一个赔礼道歉 承担一些损失 我觉得也是可以承受的吧 但是呢 这些 它的引起都是美国一方啊 现在孟晚舟 我不知道他这个要求 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 是要求加拿大 还是要求美国 如果只是要求加拿大的话 这加拿大有点晕啊 因为我看到有报道说 美国现在也在给加拿大压力 想让加拿大答应孟晚舟的要求 倒成了美国个没事儿 这太不公平了 我希望这个事呢 有一个完美的结果 完美的结果呢 就是孟晚舟能够自由的 名正言顺的 回到自己的祖国 也就是说 她的第一条 能够成为一个定局 大家讨论呢 只讨论第二条和第三条 到最后达成一个协议 我认为那样呢 皆大欢喜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